政府砸重金调涨公务员的薪资 首相那都是安华相信 公务员卓越的服务和表现 一定能够为我国吸引更多外来投资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因此上面政府会尽全力的保障公务员的利益 安华今天在霹雳打门出席活动时表示 政府透过公共服务薪酬制度 调涨公务员的津贴和薪资 那么薪资较低的公务员 涨薪幅度就会更高 借此肯定公务员的付出 安华强调妥善管理国家经济 是政府和公务员共同的责任 政府也会坚持严格执法和打击贪腐 提高我国的地位 安华今天为打门新政的 昌明大马人民公务员主持开幕仪式 建政防护级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移交1100万令吉拨款给PD州政府 其中600万令吉将用来在全国 兴建昌明公园 为人民提供拥有良好环境 和优美景观的基础设施 建政防护级地方政府部长